命意源头在妖系 他说十三种觉莫轻忽 命意源头在妖系 命意源头在妖系 有的人改成在妖记 因为解释这个妖是什么 哪里是他讲的这个妖 有的人就认为这个是妖 这个是妖 这是在太极拳经里面 版本不懂还是 有的是版本 有的人因为大家都不懂 很多人都不懂 这个命意源头在妖系 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妖系 肾间动气 就是妖系 腰就是肾 腰 中国人用这个腰有扎皮态的这个叫做腰 后面两个腰肌那个部位也叫腰 肾脏也叫腰 命意源头在妖系 为什么命意源头在妖系 那就是先天之本 先天的能量在妖系 就是在妖之间 两肾之间 两肾之间 又叫命门 那命门 那命门为什么重要 因为那就是肾间动气的所所在 刚才练拳的时候突然 突然这一句话想到他 太极拳讲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所以要去注意一下 他在走拳的时候 他的那个腰的部位 就是肾脏的部位 就是肾脏的部位 他是怎么动的 他是怎么样 开合起落 开合起落 就是这个吗 就是一开一合一起一落 好的吗 你念两育之数 两育那个就是开跟合 是不是这样子 玄这个就是起跟落 旋锤这个东西就是起跟落 肾脏的运动 就是有这个开合起落 那就是练太极拳的时候 你在腰上面的 在肾脏那个部位的动作就是这个 他的意思也是要把那个地方搞 所以你就不能一直这样子 绷着 他一定在动的 一定有开合 有起落 定下来的时候 一个式子定下来一定是稳定的 肾脏一定稳定的 动的时候可以开合起落 一个式子一完成 它后面就下去了 好 好 肩膀 他一定要在动音 把它划算 要注意来 这个东西 对不起 好 好